对了 量子他们那边有没什么动静吗 不 那俩还跟死猪似的 我拿开水烫了都没动静 我死说活说那不管用啊 他们的想法跟咱不一样 你得 诱导 诱导 思思就是你诱导的吧 请点事 思思 自己吃 拿着 快点来 端不动 沉了 挣挣挣 拿着 这有什么呀 快 我给你说啥事 别说啥 你去到我家啊 你也诱导诱导我们家 瞧瞧 若妨生个孙子 不去 咋的 我这么些年 我 我对你那么好 让你求这点事你都不去啊 不是 你这 得罪人的事总让我去干 不去 这啥叫得罪人 你去也不去吧 不去 行 你说的啊 思思 你听见了 你作证啊 听见了没有 你妈说她不去 行 我现在就走了 我对你那么好了我了 那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去不去吧 不去 不 你 我这么多年那些好吃的 都吃白眼狼肚子里 我跟你说 对你好根本就没有用 我跟你说啊 咱俩从今天开始 断绝一切来往 再见 拜拜 不联系 对我好 也不能总让我去当小人哪 回来了 二姑妈怎么这时候来了 他也来准有事 管发生什么 咱们得同意就行 你放心 绝对同意 二姑妈 这小两口啊 我今儿来呀 又来蹭饭来了 你俩不嫌二姑妈吧 怎么能这么说的 我们当然不会嫌的 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你看瞧她多贤惠啊 咋也惩越漂亮了呢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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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啥 三姑今天也来了啊 咱家这人也算齐了 开个家庭会 这个家庭会主要讨论的就是 恰恰 该不该生孩子的事 行 行 你 论你们说 你们先说 妈 这事就用不着讨论了吧 生孩子是我们俩之间的事 对 我们自己的事 不光是我 这全世界的女人 在这个问题上 都有自己做决定的权利吧 是不是 嗯 对 那啥 瞧瞧啊 你看 这事是这样的 你没过门之前呢 你的肚子是你自个儿的 可是你过了门 这肚子就不是你自个儿的了 妈 你真逗 翘翘肚子不是她的谁的呀 她有一半 那一半是你的 再往身里说吧 那一半 只要她过了门 就是我们老范家的了 你这不是胡说吗 是啊 我嫂子说的没错啊 这翘翘嫁过来 就是咱范家的儿媳妇 那可不就咱那一半了 起什么哄啊你 对 我告诉你 你的事我单独跟你谈 你对我上座座 憋着 这不开会呢 没说完呢吗 一会儿 别会儿 别会儿 出来了 那啥 笑笑 笑笑 听妈跟你说啊 你啊 是个聪明孩子 妈也直率人 咱俩就把话说直了吧 你看 你要是现在生孩子 妈这身子骨还行 妈能给你带着 对吧 你把她玩放下不行吗 我这没说完话呢 你说哪儿呢 那个时候在 喂 等妈老了 那就不是我给你们带孩子的事了 那就是你们给妈端屎端尿的事了 明白不啊 哎呀 是我知道 我知道妈 您 是为了我们着想 您的苦心我们也能明白 对 可是 生孩子是个大事啊 您总得考虑考虑我跟范亮 目前的状况吧 对 有很多实际情况您不知道 那行吧 那 那你俩说说 你俩还有啥实际情况 我没掌握 说呗 是这样的啊 妈 爸 二姑妈 我跟范亮呢 目前在工作上 还属于上升阶段 嗯 还是上升阶段 我们的房子贷款呢 还没还期 还没还亲呢 经济上有点压力 特别大 有了孩子压力就更大了 可不是嘛 这生孩子挺辛苦的 可是养孩子更辛苦 哎 这更辛苦 就是我们单位那几位大姐的 嗯 怎么了 本来在工作上是可以进步的 是可以升职加薪的 就是因为孩子给耽误了 哎呀 打住 咋的 你俩在这说相声呢 生个孩子就耽误工作了 这什么道理啊 你现在生了个孩子啊 妈给你好好带着 踏踏实实的 这咱家怎么都好说 你要是不生啊 怎么样 怎么样 你就不是我儿媳妇儿 有妈 你说的什么话呀 妈 实话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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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你走走走脑子 我没走脑子啊 我天天在脑子里琢磨这事呢 咋的 一个破工作就耽误生孩子 天天拿这个破工作做借口 不生孩子 这什么道理啊 我没拿工作当借口啊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嘛 是 我那工作是没多好 可是也没那么差吧 那别人不了解 咱范姐人不了解啊 你不就比饭碗官大了一级啊 你是你们集团总裁啊 游乐场离了你不行啊 你生个孩子游乐场就关门了 妈 话不能这么说 是 我挣的是不多 可是 在我们这个家 我跟范亮这个日常开销来说 还是我挣得多花得多吧 是是是是是 这话我可不爱听啊 你挣得再多 你是媳妇 她挣得再少 她是丈夫 该生孩子你还得生 哎呦 我怎么跟您说我明白呢 那就别说了 我们现在不想生孩子 是因为我们在工作上还有要求 我们想进步 我们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着想 对 妈 为了以后能过得更好 你明白吗 对 妈 我能明白您的意思 我也尊重您的意愿 可是您不能这么逼我们吧 哎 您您不能把我当一个生育机器吧 彭恰恰 这孩子你生也得生 不生也得生 就这么着了 散会 妈 妈 妈 爸 劝劝 呃 我 我生错所背不住了 我给你发一私信 接下啊 发什么私信呢你 嗯 本来我也想说两句的 你就先这样吧 你别想听 你刚才说得点不过呢 俏俏 你说你都多久没回家了 啊 你也不想妈呀 妈 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这段时间是我们单位的忘记 我横着呢 不过您放心 等过了这段啊 只要我有空 我又经常回来陪你们吃饭 好好好 真是乖孩子 哎 妈 呃 那会儿你跟我爸 在生不生我这个问题上 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啊 哼 还说呢 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才二十三 有你二十四了 那时候年轻也没什么经验 你奶奶说让要就要了 哎呀 小媳妇还没做够呢 就当了妈妈 当时是觉得挺累的 哎 不过现在想起来 还是趁年轻的时候要好 精力够 那得多累呀 也没你想象那么累 哎 你问我这个干嘛呀 哎呀 就是 之前我们单位那王总 嗯 找我谈话了 嗯 他说让我续签合同 可能还会送我去进修学习 可是有个条件 估计我跟亮子在三年之内 不能要孩子 学习是好事啊 妈支持你 这支持到什么时候都有用 您真的支持我 那当然了 当然支持你 学习嘛 又不是什么难言之隐 不过三年不能要孩子 哎 这事你得跟你婆婆商量商量 起码告诉她一事 要不她该不高兴了 哎呀 没事 这事啊 只要您支持就足够了 她那边 我会好好跟她说的 嗯 你好好跟她做工作啊 这话 是你妈说的 嗯 不是你妈真的同意你们两三天 真的不要孩子 她 她说 她说那什么 那个 我觉得嘛 俏俏妈的意思呢 我能理解 你想 人家花了大半辈子 培养这么一个独生女 从小学到现在 不管人家自身努力啊 还是单位的重视 现在都处于这个事业的发育期 对吧 那么呢 这么好的要试一下 我们怎么能忍心 给剪断呢 对对对 我妈就是这意思 是吧 嗯 所以呢 妈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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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您看 我啊 啊 不是 您亲亲母都答应了 你说我还在这倔傻呀 你们俩想干啥干啥 啊 妈 那您的意思是您同意了 不是 咱的我 我说话不好舍 不是不是 不是妈 不是那意思 就是您没逗我们吧 哎呦 我逗你们干啥呀 不是你说啊 你这岳母呢 她是个文化人 人家文化人都表得太 这答应的事 我总得尊重不是啊 哎呦 妈 您太伟大了 真的 伟大 哎呦 谁呀 哎呦 哈哈 这娘来了 哎 哎 来来来 我换个鞋吧 你看 不用了 干净 来 哎 哎 那啥这天夜在家呀 啊 那个 老我们老头子溜弯呢 哦 哦 哎 你喝什么茶呀 我去给你 七星 不不不 别那么客气 我不可 你坐着 那啥 我就是想跟你说点事 啊 说吧 什么事 哎呀 这悄悄跟我说呀 他们俩不打算要孩子了 什么时候说的 哎呀 你你不知道这事啊 你不知道这事啊 你不知道这事啊 他们说 呃 展示不那么快要孩子 没说不要 你是同意他们 展示不要孩子 对吧 啊 对 我同意他先去学习 哎 不过我说了 这事啊 要先跟你商量 这就对了 真对了 你知道这俩小兔崽子呀 把这四个老人 往沟里带呢 怎么带了 他俩说 是你坚决同意 他们不要的 哎 我可没说 不让他们要孩子啊 不他们就这么说的啊 你知道他俩咋说的吧 怎么说的 他这么说的啊 这个俏俏呢 说 饭量在旁边捧 我觉得这俩孩子啊 就要不上那个星光大道 去说相声 那都可惜了 哎呦 俏俏跟我说 那我妈说了 三年五年不要孩子 也可以 十年八年的不要孩子 也还行 只要你俩事业好 我和你爸就支持你 支持你们不要孩子 听见了吧 这不是瞎编吗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来着呀 可他俩说的跟真的似的呀 哎呦 咱俩还跟大傻子似的 还蒙在鼓里呢 我告诉你俩小兔崽子 掐住半拉脑袋 都比咱俩聪明 那俩孩子真是的 他俩真这么说的啊 对 是啊 但原话可能不是这样啊 但意思就是这样 我给俏俏的打电话 这孩子真是不像话 不行 他这么夸张 而且这么信口开河 这么不符合实事求是 不行 我给你俏俏的打电话 不是不是 你听我说啊 青江谷 你现在不能打这个电话 你一打电话 孩子就知道我来了 那我不成告密者啊 那你说我没剖析关系 我咋出我成小人了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不打不打不打 这样 我来啊 我是想跟你啊商量一下 咱俩统一了思想 那就能好对付他们了 对吧 怎么统一 那我问你 你想不想要外孙吧 说实话 当然想了 就是之前他说他要去学习 所以我是不管这些 你想要外孙 我想要孙子 这就对了 这咱俩就是高度的统一 只有咱俩统一了思想 才能一致对外 对吧 你把他扣上 你真的 你把他弄坏了 跟俩这样子在这玩的 行啊你们俩 翅膀硬了 学会撒谎了 今天我要不是上你 丈母娘家去求证 我还真被你俩给骗了 你真行啊 我为谁啊 我不是为了翘翘 为了这个家 为咱们大家伙啊 我跟你说吧 我这馊点子绝不是翘翘想出来 肯定是你 你说说吧 我为谁 妈 我以为你和二姑妈比赛呢 我白养坏牛啊 我 我跟她比 我犯得着跟她比吗 我不就想要个孙子吗 翘翘 这女人要孩子 这不天经地义的吗 对不对呀 我让你上战场了 这事有那么难吗 妈 我错了 你说 我太可怜了 我想要个孙子 我就这么点愿望 也没有人理我 真是 谁也说不通 妈 我们也我们的道理 您总听不进去 你是 我咋听不进去了 你妈是那听不进去 道理的人吗 你说了吗 你刚开始就说 三年五年 三年五年 我说这夜深人静 你好什么好啊 你有完没完呢 伯伯 你这教育孩子呢吗 妈 妈 有什么事 咱晚上回家说行吗 我这上班呢 不行啊 就现在 必须得说清楚 啊 那行行说吧说吧 看看这个啊 啊 好好看 什么东西啊 合同书 不许抽烟 不许喝酒 保持良好作息 不避孕 让媳妇迅速怀孕 如果三个月内没准备 罚给家里买大电视 来做家务活 办一年的不能 妈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都是啊 你并管是什么 你就同不同意吧 不是 妈 你这这个 你看 这不是我一句话 就能解决的问题 是吧 这违反了自然这个规律 对不 我想生 我一个人能生吗 不能生 对吧 对 我知道你一个人不能生 是在人为啊 对不对 你先说你 答不答应 不是 妈 这我真的不能同意 为什么呢 如果我现在要签了这份条约 就相当于签订了 丧权辱妻的不平等条约 我会被历史 被翘翘所折骂的 不签 好 你也不同意 好 行 那我拿给翘翘 让翘翘签丧权辱妇的条约 妈 别废那事了 翘翘他也不能签 他肯定不能签 你这孩子较劲吧你 不是 我不是 我这是说这道理呢 你签不签呢 没法签 说好了不签 干嘛 我找你们领导 妈 找什么领导你啊 你找领导 你别在这折腾啊 你要把这房盖给掀了呀 您是不是嫌我坐着太舒服了 还找我们领导 我们领导像我呢 那忙着呢 那你签还是不签吧 签还是不签 行行 我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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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用按个手印吧 足印 你提起问着 对 你这儿有 按手印 您是我亲妈吗 多谢你亲妈呀 侦母 天老山 哎 欠欠 哎 欠欠 来 妈 你怎么来了呀 哎呀 妈不是过来看看你吗 妈 妈 妈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哎 一点点小事 你这心里头咋想的呢 就咋告诉妈 是吧 妈 您坐 您坐下是吧 哎呀 俏啊 生孩子这事儿 你打算忽悠妈忽悠到啥时候啊 没有忽悠您呀 来吧 你 你不想生你这变着乏着骗我 你当我没看出来呀 嗯 那真的没有 行了 那啥 反正 我呢就是想跟你说 我给你们定个时间啊 啊 这事儿还能定时间呢 哎呀 能啊 妈 这生孩子这事儿 您放心 迟早的事儿我一定会生 可是这又不比打瓶酱油买瓶醋那么简单 得好好准备准备吧 再说了 现在不是讲究忽生忧郁吗 行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 这些事儿啊 妈早就替你们想好了啊 啊 看看吧 亮子已经签了字 按了手印了 你看看啊 又没啥别的意见 你也签个字 按个手印啊 来 没意见吧 你看看 今儿不平等条约啊 天哪 嘿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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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做了个假的你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你别生气啊 我 我 我不生气 我还高兴啊 试试试 翘翘 不要翘翘你这哭啥呢 咋咋的了 你这孩子说话呀 怎么了 翘翘 出啥事了 这让单位开除了 你欺负她了吧 你们都胡说什么呢 根本就不是单位的事 更不是我欺负什么呢 我欺负 问她到底咋了 你得说话呀 翘翘 出什么事你得说 天塌下来 爸和妈都顶着 快点说 说 咋回事 那个 翘翘 说吧 说话 不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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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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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劲吧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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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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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清楚 妈 妈 怎么不愈 不愈呀 妈 我跟你说实话 今天我们去医院了 我们俩 不会生 行了 行了 不会生就不会生吧 又不是没别的办法 是不是 我这上辈子了 这辈子 我没照顾你 这老天怎么这么烦 我也说是 不停 亮子 那啥事 悄悄你先别哭啊 咱们有个事就弄清楚了 到底是你不能生 还是翘翘不能生 妈 都这个时候了 你就别问这么多了 反正我们俩是怀不上了 这医生没说清楚 这男的跟女的还不一样 到底谁不能生 谁的问题啊 是我 老婆 哎呀 老饭 不是千万 完了 这下完了 你们老饭家要绝后了 你还是好好想想 怎么跟你爹妈交代吧 不行 你想点事行不行啊 不是 你那电视上不是 都老介绍那广告里边 说说能够治吗 你相信广告啊 那广告能相信 那不全骗人的吗 骗不骗的 你不是得试试吗 你说说我 我喷了大半辈子 好不容易 哎呀 我高高兴兴的 找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 把她迎进门来 哎呦 还是个不会下蛋的 老母鸡 不是 跟你一比 那是小母鸡 不是 你有点正行吗呀 这都啥时候了 哦 我为谁呀 将来生的孙子姓湛哪 那不是姓范吗 不是 你现在你着急 你说你说出大天了 你现在能马上能生吗 这事儿 得慢慢想办法呢 你 你干什么去啊 退货 老湛哪 你别急 想想办法 肯定会有办法 不是 我和老范子 恨不得把所有的办法都想了 你说那些 这不孕不遇的吧 那不十个有九个都是骗子吗 你们是文化人 你们这点应该比我明白吧 那横竖也得试试 明天我就带翘翘去医院查查 挂个专家号 让专家看看 那全国生不出孩子的多了 那几个专家 我看也不好使 我有个主意 说出来 你们听听 看能不能接受 那你就快说吧 清姐 这都火烧眉毛了急的 我是说 如果最后他们实在是生不了 是不是给卡黑领养一个 领养 就是要一个别人的孩子 我看要个女孩比较合适 领养这个词我懂 我知道 但清姐你这话得说明白吧 不是他俩不能生 现在是翘翘不能生 这个我们明白 我们现在又不是旧社会 大家思想都挺开放的 我们能接受领养是吧 我接受不了 领养一个跟自己啥关系都没有的孩子 他没有咱两家的骨血 其实这只是个观念问题 时间长了会有感情的 您这话说的吧 你别人的孩子能跟咱有感情吗 你们是文化人啊 老刘你们懂得比我多 这要搁旧社会 这样的媳妇早就让婆家就休了 清姐某 既然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 那旧社会的事情就不必再提了吧 不提旧社会 对吧 就是虽然不可能有人管 你们俩叫爷爷奶奶吧 但最后没有人管 你们叫姥姥姥爷 你俩在心里能得劲啊 老刘 咱们遇到什么事解决什么事 别急 那好好想想办法 清姐我能不急吗 我们家老范一听到这个消息 嘎杯就抽过去了 你们是不急 反正剩下孩子也不姓彭 你们当然不急了 话不能这么说吧 你要这么说 可就是不讲理了 我 我不讲理啊 我是那不讲理的人吗 对不对啊 现在是你家彭俏俏的问题 不是我儿子范亮的问题 这要是我儿子范亮的问题 我早就急得跟什么似的了 咋的 你们俩光看热闹 不管事啊 那你说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办 反正你们俩总得想出个办法来 我说清姐某 现在医学很发达 人工受精也是可以考虑的呀 人工 配肿啊 你当他俩是生口啊 老湛 你说话能不能稍微文明一点 我文明不了 我就是个操人 清姐某我话操理不操 你们多担待啊 反正这人工的啥 我不同意 反正结果是这样 我们也得面对现实 人工受精那是科学 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不这些花花肠子 都是糊弄人的吗 你们俩一会儿人工受精 一会儿领养 你们正糊弄谁呢 彭校长啊 你自己闺女有问题 你就这么欺负亲家呀 张公英同志 你既然说我们欺负你了 这话就没法再往下谈了 我呀 我有点不舒服 你们谈 你们谈 那这事你还不管了是吧 行 反正呢 我也通知到你们了 三个月 五个月的 你们想不出啥办法 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了 不认就不认 又能怎么着 能咋呀 写修书啊 你别欺人太甚 我就甚了 这要是我儿子的问题 你们也可以修了他 不用 用不着你修 今天我就把女儿领回来 我们女儿再有问题也轮不着别人你 媳妇 为了鸡毛做梅的小事 你何必呢 妈 咱不走 好不好 咱不收拾了 行不行 你让 别跟着站着 赶紧让你妈写修书去 就因为这件事 我看起来这么多人 我也值了 好巧 你这说的这什么话呀 她就那么一说 你还不了解我妈就是那么一人 对 对呀 对呀 你还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你别装啥 赶紧写修书 我跟你们家人说不上话 咱 咱不写修书 太伤真心了 我不让你们走 不让你们走 我还相信呢 我还相信呢 闪开 哎呀 我瞧 哎呀 哎呀 我求求你们了 别 别 别走 行吗 妈 你看我 行行 你看我了 你看我和我姐 走 跳跳跳跳 别打我 别打我 我走 别打我 我不让你 跳 别打 跳 别打我 你跳 放开 别打我 别打我 听听听听听听 干什么 这是要干啥呀 这是 我用你修 我们自己快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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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我 别打我 我们自己走 别打我 让他们走 妈妈 你 骂什么 骂什么妈呀 你那么小心点啊 这前台的都是女人捅的 我捅的 行 我捅的 不是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你咋给我进屋去 是我的问题呀 我没有问题 我告诉你 我还给你们老朋友 生了一儿一女呢 咋的 我有问题呀 您是什么 您别这么说 我又不是生育机器 我说过你是生育机器啊 我让你跟我们老朋友 聊个肘子能聊吗你 好好好 我们跟你们家这种人 没有办法说话 我们以后再不探计 你们家半步 你爱来不来 妈 妈 妈 别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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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我 别打我 这是我 格瑞 这ー 这话可不敢乱说啊 到底是不是你的问题 是 妈 是我有缺陷 那你咋不早说呢 妈 他是爸 把您给气出病来 是 不 小小 妈知道你是好心 别着急 别生气 你是 你个浑人 什么时候发现的 我 我去 去医院发现的 叫叫陪我去的 都怪你 老催催催催 老催我们俩生 那催我们带妹去了 本来我们俩已经打算要孩子了 这不提前去医院做一个优生检查 结果 查吃了我有毛病 大夫怎么说呀 大夫说我有毛病 不能生育 而且是 先天的 不 这地是块好地 你这肿坏了 不是 你这话你怎么这么说 这 这事怎么能先天呢 这不遗传这事 对 对 对 妈妈 妈 妈 这话操理不操 话操理不操 就这意思 就这意思 那大夫也没说 有什么办法能治 大夫也 也胡鲁八肚的 他不知道 反正短期内 治愈不了了 那么那个啥儿子 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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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啥 那个 那个 对了 你丈母爹和你丈母娘还说了 现在医学很发达了 可以人工配 是 人工的 人工的 那个咱不着急 那个 晚几年要孩子也没事 反正孩子跟咱老饭去 要是有缘分的话 啥事都能来 好 妈 我倒无所谓 就 委屈了这块好地了 我叫你 那个 委屈你了 你这口黑锅不百倍 那啥 麻不好 爸给你道歉 真的麻不好 你别往心里去 亲亲母 这点菜你拿着 那啥 我在郊区买的 新鲜 纯绿色的 拿着拿着回去跟亲家尝一尝 不必 不必 尝一尝咱有的事 这还有几个钱呢 我跟你说 你就留这儿留布 不是 还能下火的 我给您送回去 来菜 别 你回我家 到时候再气坏了老鹏 犯不上 不是 亲家母 是这么的 我 我是想跟你一块儿回去 跟你和彭校长道个歉 我这 我太不好意思了 你说我 这张话说的吧 这张臭嘴 不过我这人还挺好的 那个啥 你出场了 闷闷你就知道了 我们早就知道了 你啥亲亲母 这 我 我说那些话 你别往心里去 你就当是条疯狗 在你面前 呜呜呜呜 冲你叫了几声 你别往心里去 要不今天这样 你和彭校长一块儿骂我 我不回嘴 骂骂骂的高兴 怎么骂都行 我也不是说你的 你说有事说事呗 干嘛呀 哐哐哐哐哐的骂 还说什么 休了我们家 翘翘 我们翘翘怎么 招你们惹你们了 干什么呀 谁听了谁受得了啊 是是是 是挺受不了的 你我 我这不是 说话不走心眼吗 你这 什么意思啊 我们都是心眼 没有啊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哎呀 你说我说 我不会说话吧 你说说就说宁了 行 你就说孩子的事怎么办 那啥 饭量这事 没事 没事 你把心放在肚子里 我吃饭量还是有招的 你放心 你这事交给我 刚出生事就出生 我 风风火火 火虫就中 嘿嘿嘿嘿嘿 老公 哎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什么 你看我们这事越闹越大了 没有 到时候怎么收场 没事 放心 天大的事 由我跟你撑着 不是你 你咋这开啥呢 嗯 妈都炖了一天了 哎 那卖王八蛋 跟妈说了 这是一只野生的啊 老王八 所以不怪上王八经了 他还说了 只要男人啊 把他吃了 管啥毛病都好了 呵呵 儿子吃了吧 吃了 妈 您说这好人吃的 会不会睡不着觉啊 你是好人吗 你不是病人吗 对对 我我我是病人啊 儿子 吃吧 早吃早好 你看你吃了 你好了呢 俏俏俏好 对吧 你俩好了呢 就能生孩子 一生了孩子 咱全家都好了 对吧 对 那个亮子啊 嗯 你说妈都辛辛苦苦 炖了一天了 你就吃了吧 就是 哎 你看他 他瞪着你呢 啊 宝贝 啊 什么宝贝 呀 这什么呢 蚂蚁 蚂蚁 哎 干嘛使的 我年轻的时候吧 我们厂 有一知识分子 跟你一样啊 也不行 真的 哎 他就拿这个泡酒 嘿 我跟你说 身体杯棒 红光满面 什么都行啊 真的 你是我亲爹吗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我不是不行 我是不会生 不是 那不一样啊 我跟你说 就从今天起 你就把他泡酒 每天喝一两 绝对管用 是吗 啊 听话 哎 爸 你这搁哪弄的 这么多 我挖的呀 在哪挖的呀 那个小区门口 不远 有汽车站吗 嗯 汽车站后边 有一公公厕所 厕所那个后边 有一蚂蚁窝 哎 就 就这儿的蚂蚁好 赶紧打走打走 哎呦 我不喝了 饿死我了 你拿走 哎呦 你听话呀 我不吃 不是 你孩子不听话 你 你吃了以后 你就是个男人了 真的 我不吃 我也是真的男人呢 你别过来啊 你怎么不听话呀 我 你别躲 你当不就当哪人了 我别 哎 哎呀 行了 你别想了 你想了想住了 是什么吗 不是 你就说 你说 这事咋就让咱家给弹上了 啊 是你做过伤天害理的事 还是我做过伤天害理的事 喂 老范子 我跟你说啊 你们老范子到饭量的这一辈 那就绝后了 将来一个姓范子孩子都没有了 你不急呀 我比你还急呢 急有什么用啊 咱们又不是大夫 是不是 哎 你你不说能人工那什么吗 那玩靠谱嘛 那明显是在忽悠人 我还真问过 老贵了 那玩不行 哎 哎 你什么 你你你咱们可以领养一个啊 饭量不行咱不是还有饭碗的吗 饭 饭碗生的孩子不姓饭 妈 你想什么呢 你没事吧你 哎呀 你不为你妈想 你不为你爸想想啊 哎 你能不能把那玩关了你 我这跟你说话呢 你看啊 这思思生个孩子不姓范吧 对吧 咱家这量子 这些现在也不能生了 你咱老饭家眼看要绝后了 不是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哦 中国人都随爹的信 这也不是从我这开始 那就不能随妈呀 你当时生下来的时候 妈还想管你叫站玩的 就 那不因为你是老大吗 哎 你看图丁啊 老大是个儿子 哎呀 那姓图 老二 你再生一个 对吧 老二姓范 这多好啊 你让我怎么跟人张嘴呀 你就不用难为我 怎么就不能张嘴 平常谁听谁的呀 你把人欺负成那样 不是人听你的 这能跟一般事一样吗 不是 那你就说行不行吧 恐怕不行 哎 你到底咋想的呀 嗯 那个 阿姨 这 这 这事 哎呀 这咋还结巴上了 没事没事 你慢慢说啊 慢慢说 嗯 这事吧 我还是得问我吧 investigator ?, 好 也 请 炭 炭 炭